幫我們看這一題 他在連禮天收聽廣播節目時 一道牆內閃電話播天際 收音機隨之發出一陣雜訊 說明劇烈的放電可以產生電磁波 下列關於電磁波性質的敘述 哪些正確 A 電磁波不需要介指即可傳播 這是對的 B 電磁波的電場震盪方向 與傳播方向 互相垂直 這個對 上看C 電磁波的電場震盪方向 與傳播方向互相比這錯 光的話電磁波是橫波 不是重波 上看D 電磁波的介指震動方向 對 与傳播方向互相 balance 這是錯的 電磁波也可以在介指芯帶流 還有帶路口 在介指芯帶流 但是這情況的話 電磁波的戒指振動方向 電磁波在戒指行進的時候 戒指沒有在振動 是電場跟磁場在振動 所以E這也是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A跟B